各位黑企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的赛姐说 那么今天这盘棋也是我在野狐巴顿的对局 那么我是拿白的 一开始黑企走这个错小木大跳的手脚 那我又下去高挂他的小木好了 诶 这边他实战走一个一间高甲 啊 那个 这个棋我简单往外跳好了 哎呦 他走一个大跳 诶 这个棋我记得好像前不久刚摆过AI嘛 他说好像就简单脱退就是OK的 那我就简单脱退 上一次那盘棋好像对方往这边尖刺一个 这一手应该算是一个属手了 他这个实战的单虎 哦 正确 那么再来的话 我记得就定式是又往这边拖了 诶 那我这个如果夹弓不知道会怎么样 夹弓他是不是小尖起来 我记得就定式譬如说我夹弓他尖起来 我这边飞不过 哦 他这边 他如果是往里面立的话 如果星位团有一个先手 那我就可以飞过 但是这样子情况飞不过 那我是不是拖断一个下下看啊 就定是有拖断的 哦 夹弓没有尖起 有点不太确定怎么下比较好 我实际上走一个拖断 那拖他除了挡住 其实我记得是不是也有往这退了啊 但是这些其实老实讲 现在AI定式都不知道把它改良成怎么样了 回头再看一下决议好了 不过没关系 其实不管你是下就定式啊 还是AI定式 其实以我们业余起手来讲都是可以下的啦 除非说真的那种胜率掉的太夸张了 那些定式就把它舍弃掉就好 哦 他这边实战就挡下 那我断掉 这边黑棋应该是会弃这一颗啦 哦 实战他这个打吃过来 有这么样的下法吗 因为我记得他一般是退 一般会弃掉这颗屁股 就藏一个 然后我吃他打上来我拔掉 类似那样 他这个打吃我觉得 是不是算属手啊 这样下我怎么办 他怎么办 弄过去 断这个 断这个 就首先我就算简单这么外打 应该也不亏吧 外打他拔掉我就打吃完一退 对我觉得也不亏 那其次我如果说藏起来是怎么样 藏起来我觉得 啊不是接起来我就也能下吧 接起来他这四颗会不会比较薄 这边我是应该反打就弃掉还是说 藏一下也有可能 藏一下单吃住或者往外飞 也是有可能 简单下 我打吃不知道是什么 打吃 他也有可能会多跑一下制造我的断点 粘出的话我觉得稍微乱一点 他如果说单Q 我藏过去他跳什么的 那感觉粘出稍微乱一点 不见得好 我其实简单藏 应该就可以了 简单藏他拔掉我就往外飞 应该也可以 打吃我是觉得会更积极一点 把它打成鱼形 再多拍一下 啊 他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有可能多跑一下制造我多一个断点会更好 实战这样我藏的话 这个断点其实 他真子不利显然不严厉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黑棋的棋形相当凝重啊 那白棋 呃哇他这边还要尖 这个尖是啥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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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飞一步再说 莫非还要这么拖拖 哇真的要拖啊 拖拖拖 这啥意思 我如果长的话 他接我在板下硬吃他 不过这个硬吃有时候不见得划算了 要看情况 想一下怎么样惩罚他会最好呢 挡下老板弧完弄完断 我是觉得应该不太好 如果长完挡住的话 他可能会团这个 我得里面收起 所以他这边有武器他一段 武器的话他一段 我是觉得我不太好下的感觉 还是说就算了 算了长的话他团住 我觉得也有点恶心的里面是啥东西 有点恶心呢 还是就算了算了 他在这边花一手棋 其实也没什么 没啥东西啊 你就这么在那边走几手棋 这有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也蛮无聊的吧 花一手棋在这边走这东西 打我这一下 这我是挡还是沾的 沾的话 他这边有个冲断的鱼尾 有一点臭 有一个冲断的味道 有点臭这东西 可是我不沾感觉会落后手 我挡住的话 提完打一下 我提掉他可能就脱鲜了 也有可能他会脱鲜 我沾的话他冲完一下 那譬如说就退回去 甚至有不可能直接断上来 有点凶的话 好吧算了我挡住好了 这边我是觉得 剩下这种东西 不太可能会便宜了 先拔掉好了 但是你说现在白旗就占据什么 多大的优势吗 那倒也不至于 断这个 他想找劫财的意思吗 这颗纸 可能不太好去药 这边有点想要点他一下 现在开始独秒 点他一个问他个应手 这个我要先打掉一下 打吃有点熟熟熟的味道 我就直接先点好了 现在总不会点不到吧 因为我意思是说 他现在如果要挡这个位置 那我这附近断打完 这边打过来 感觉是有点东西 那他如果贴在这的话 我譬如说就虎过去 其实他这边价值已经很低了 让他更重复也还好 这边我就打掉算了 哦不过这个旗怎么越看 好像白旗也越觉得 越觉得白旗好像也不太好 这边可能我没下好 他这个小尖出 我可能应该 在第一时间直接尖完搬住 让他这边下的有点舒服了 好像事后来看 没有能够严惩到他 没有能够严厉的惩罚他 我这边再多贴一下好了 不然拐还是有点痛 那再来我当然就是要 提防他这边坐大了 好这时候再拐 显然不痛了 不痛不痒 那这边这个结的价值 也变得非常小 因为我这边点完一下了 甚至我要不要直接动出呢 我觉得 是可以考虑的 还是说左上地角 左上地角好了 这个地角太肥了 显然是非常巨大 他刚才拐这下 我觉得明显 明显小了 因为我这边是巨厚的一个旗 如果是三颗 那拐一下可能还有价值 四颗的话实在没有价值 8 走这个我就挡完长吧 小尖 这个也是基本下法 这边要提防尖完段的问题 尖完段 他这边还是蛮厚的 5 5 4 3 2 不过这我怎么下 诶 用了一次 有点可惜 那边尖完段 搬完段他脚 9 8 7 要不要立一下 5 4 先立一下好了 他总不至于立刻来尖断吧 那这样我一藏 他脚上 脚上难道会没事吗 应该不至于 那我这边是不是直接尖顶 尖顶他突然我再退 可能这么下吧 花一手好了 还是花一手 下一下 左边坐大了 那他现在应该会进来 这附近走 他直接加补助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很想虎一个把它弄回去 但是现在劫财 不是很明显 上面拆一个好了 不知道下什么 我是想要看下部能不能往这边点 这附近戳他将来有些关子 走这个的话 如果贴完顶住 他可能扶过去 可能还是单 单挡算了 他实在如果要顶完搬过去的话 我印象中这个棋 黑棋是 不见得便宜的 现在我出了单力以外 有没有可能往这边下 这个会好吗 这个棋 下这个棋 因为他显然断不下去 不知道耶 5 要不然就下他看好了 因为我单力的话 他显然会拆个1 被他拆1的话 有点不太确定怎么下 他实在走这个顶的话 那我等于交换到一下 再回来力 应该还行吧 只是说他再搬过来 我就再退 至少不会被他拆到这个1 是不是好一点 那当然我拆1的话 他刚才断不下去了 断完档 我拐过了 他非常稳健 这个也是 算骑行要点嘛 他这边倒是下得非常冷静 要拆一个 往外跳好了 他应该会这附近走 不过他走着走着 我左边这边的后视 好像不太好发挥 嗯 这个棋要注意 要有点注意 实控可能会不够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棋 各处已经被打散了 那这时候 还得有让先的压力的话 确实 有时候实控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这边我是蛮想要虎过去的 不过我结彩应该是没有 我可能会自己粘住 因为下一步这边有个断完提掉 其实 还是非常大 还是非常大我觉得 不过他应该是 不会补啊 但我自己是觉得这边 诶 他补了 他补了的话 那我也总还行吧 交换到一下 左边可能拆一个好了 不知道拆在哪 六五四三 好 差一个 跳这个 逼我走吗 我能不能反击一下 反击啊 8 8 7 6 他就算了 我就跳过吧 撩一下实地 现在我的实地是怎么样 他有多少木 看一下 10 20 哦他直接K进来这么凶啊 我先不点木了 我得先算一下这个 9 8 7 6 5 4 这招起是很凶啊 他真敢这么下吗 菜市场下棋 哇 什么样的账号都有 也是满有趣的 菜市场下棋 应该满 满吵的 9 这个我先板过来 不过他周围是都这么厚 也许他真的 有乱来的本钱啊 我可能吃不来 吃不来掉他 连班 连班我是不是就算了 挖打完过去 我如果还断打这个杆 甚至连班 7 6 5 4 3 2 我是不是就算了 我觉得我 再连班首先不行吗 他打算打过去就冲破了 那如果说断打完要再长 我是觉得有点勉强 我是觉得有点勉强 我现在就冲过去吧 黑棋虽然说一开始这个下法有点奇怪 但是后来 后来各处的下法好像也都还 还OK 下的可圈可点啊 走这个我只能冲吗 8 7 6 5 4 因为你如果搬的话 他这边就各种双吊吃了嘛 扛不住 但是你冲的话 他再贴还得再缩 不太甘心了 先藏一下 他总不至于敢下来吧 因为外面被我断开 唉呦 还真的下来 我先冲 哦他就是下来一步 然后再贴回去这样 也是可以啊 那等一下我可以断外面吗 哇 他下来到最深唉 哇 这一步棋 有魄力啊 我吓到了 我真的吓到了 我没想到这么厉害 完全没有反悔的意思啊 我吓到了 我没想到这么厉害 9 8 7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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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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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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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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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6 5 4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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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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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9 我這樣下有問題 欸他剛才好像應該拖一個 他實戰下這個 他實戰下這個不太行 一般好像就死了 喔他剛才這個如果腳上力算是先手的話 我好像不大行 他實戰這樣我已經不怕了 我就直接 5 4 3 2 我直接單力在這就算了 這樣等一下還可以吃一個他的腳 還可以跟他玩個結 欸我好像應該拖進去 我剛才這手有點問題 我應該拖進去 他實戰這樣變成他有個提的先手在 呃 又有點手殘了 我還在貪心想要再弄這個腳 太貪心了啦 9 8 7 6 5 4 太貪心了 我還在想要弄這個腳 但是現在這樣他變成提先手 這邊有衝斷這邊有斷 喔 有點 有點 有點不太穩 喔他自己擠一下 這手棋可謂是字頭羅網 因為這樣等下我腳上一點 一點一衝再斷 他腳上已經變近死了 喔他這手棋是 巨大的失誤 這樣我等下腳上一點完一衝 他這邊 喔就直接掛掉了 直接爆肛了啦 直接爆肛了 9 8 7 6 5 4 3 2 先弄一下好了 喔 我直接把腳先幹掉再說 你出去我就先幹掉你的腳 我已經不會再退讓了 我已經不會在這邊 喔什麼我先再補一下不要了 我就直接 我以後都這麼下棋算了 4 3 下最狠的 下最狠的然後秒下全部都不思考 喔 Q一個 難道你也要打這個緩 緩N細節嗎 不太可能吧 下這個 這個也沒有什麼 什麼東西啊 乾脆補外面算了 6 5 4 3 2 補外面算了啦 這邊這個算什麼東西 這時候再跳 我 9 8 我已經不知道做什麼表示了 我就補助好了 等一下我連這一條都殺我都不騙你 我Q在這邊 這是機器啊 但是我這邊總不是蓋的吧 我先把這個弄回來 我先把這個弄回來 喔不過我為了要 他這邊 弄過來收器 其實等於有先手位 斷在這 這我收下都可以啊 9 8 7 6 5 4 算了還是不要收下好了 我剛剛也好像看到這邊有什麼擠 擠完 打吃在立下完 沖完這邊有什麼鋪的 好像有點麻煩 還是算了 我老老實實把這個擠器就收掉就算了 我老老實實把這個擠器就收掉就算了 1 這麼多擠器怎麼不會不夠啊 我是覺得他這沒什麼好掙扎 1 2 3 4 哇這真的不知道擠器了 喔不過我剛才好像應該自接一個擠器更多一點 實戰這樣子才8擠器而已 哈哈 才8擠器而已 好算了就陪他收吧 就陪他收啊 陪他收啊 不到黃河不死心了 啊 還接著來 這是殺死 這也沒什麼意思啊 9 8 7 6 5 4 下這種擠器你說有什麼太大的意思嗎 其實好像沒有 他可能 他可能 看能不能把我全部上面幹掉才有辦法 呵 但顯然有點誇張喔 喔他先提防我這邊要渡過就對了啦 他先提防我渡過啦 這個意思很明顯 但是我好像還是 喔喔再多力一下就渡不過了 先主度欸 9 8 7 跨斷 這擠器還下的說實在 有點沒意思啊 這又是啥 等一下我就真的殺這一條我不騙你 下這個 下這個 嗯 實在是沒多大意思啊 跳一跳算了 好吧我覺得這個棋可能 差不多錄到這邊好了 那 等一下就等著復盤吧 這段過程我可能先省略掉了 不是太有意思了這個 4 3 2 1 喔那對方終於是投降了 好那等一下再進入復盤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一開始在右下角這邊的定勢呢 我實戰的拖斷 決意認為已經不是現在的首選了 他這邊的首選是白旗再反夾 那黑旗跳出 那黑旗跳出白旗再飛壓 後續黑旗衝斷 白旗靠一個順勢進行出頭 那黑旗這邊也得出頭 走成這樣子看來雙方會在右邊有一場比較激烈的戰鬥啊 那看起來白旗也是不怕的可以可以下 好實戰我這個拖斷的話 決意這邊的首選是打吃萬贊助 不過就定死好像是 黑旗多打一下才贊助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直接看 AI現在的下法 那打吃萬年的話 那首先白旗這邊如果要補的話呢 這個立下比較去照顧邊上的目數的話 那麼黑旗這個中間貼過來 應該會讓白旗比較難受一點 白旗這邊畢竟是軟頭 你如果還得接著長的話 那黑旗再貼一下 這個扳頭還是痛啊 如果就這麼長兩下的話 那白旗鎖得非常有限 整個是非常重複的 那相相較之下 黑旗這邊多貼到兩下 對於右邊的模樣照顧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樣白旗顯然不太滿意 那如果白旗用爆吃的話呢 這個底下被人家打一下 這個關子實在也是太受傷了 怎麼看白旗是非常凝重的一個旗形啊 那麼白旗大概也不太能走這種病啊 這底下被人家打完擋一個這個底下卡油 這個白旗旗形一樣是非常凝重 損失太大了 所以他這邊的下法 白旗就往前面再飛 這個旗確實是比較靈動一點 就你已經脫離這邊 脫離這邊怎麼補旗的那些思考框架了 那黑旗這個你如果說要這麼衝完打吃 然後再把這個吃回去 哇那這樣子黑旗也是得不償失啊 這個這個我中間貼都可以斷一個再貼住 那麼這個黑旗為了吃這個整個頭 我讓白旗走了拒後 這個黑旗起來是相當不愉快 所以黑旗也不會去吃了 他就是這麼底下把它打掉就算了 不會再去什麼衝完打吃再吃這個 太不划算了 直接打掉就算了 那麼後續在中間斷一個 稍微製造一下白旗的斷點 應該也不是要直接練出的意思啊 應該還是會先拆回去 那就是先衝斷製造一下你的斷點這樣子 好回到實戰 他這個打吃完沾的下法 應該說也是虧了 看到勝率白旗初步的獲得提升 那這邊我當時實戰也在糾結說 我到底是要打吃還是長呢 沾的變化我當時自己也排除 因為我覺得這個 譬如說他就俗一點敲出來之後 我覺得這三顆還是有一點薄 不一定好 那總之事後來看還是長比較好啦 長完之後 我本來是想說要飛個吃他 不過決意這邊是更好賣一點 吃的更大 當然這邊有點小味道 不過暫時是沒有起 總之這樣子下去 效率是更好一點 實戰這個打掉的話 其實自己還是有斷點 這邊有斷這邊有斷 還是味道不好 不過比較關鍵一點是說 他這個小煎出來其實蠻送菜的 這邊我還是其實就把它煎住就好了 煎的話他如果要爬龍我一擋住 他這個根本就不太能下 因為他斷我在退嗎 這個他 他實在是沒有什麼棋啊 了不起可能頂多這邊割個一些棋子 但是這邊的虧損遠遠不止這邊割下來 因為這個其實貼在黑棋的後壁上 這個這邊的棋算是桿子了 所以他這邊是實在的目數損失 這個現在不划算 那他這邊變化如果白棋煎的話 黑棋就反棋子氣掉了 那他這個棋你說他有什麼意思嗎 意思不大嗎 這就明顯虧損了 那我實在其實飛第一下也還可以 但是重點是我可以 我可以長完再擋住 實在我腦袋中也想過這個圖 但是我這邊漏算了 應該說誤算 我誤以為他這邊團住我不太好辦 或者說我以為他動完一下 然後團住不太好辦 因為我當時算的是 以為白棋要去腳上這邊 什麼搬完沾一下長氣啊 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附近 其實就算這麼下好像黑棋也不見得能行 是吧 對啊 我那時候想說這邊被他壓過來好像不太好辦 其實就算我簡單嚐他這個氣 好像也是明顯不夠 搬應該也可以 對啊 我跟你講那我當時我是在想什麼 他簡單嚐其實就可以把他吃住了 即便這麼下也是簡單OK的 但是還有一個更簡單的 就是他在團去收氣的時候 我直接搬去收氣就可以了 他這裡頭氣是不夠的 首先 他的收氣他應該怎麼收啊 如果這麼長的話我就直接一團 那氣就是不夠了 我這邊4氣他3氣他不太行 也許他這邊有一些什麼噁心的氣啊 什麼從這邊搬還是什麼的 但是大體上來說 他就不太行 或者說 照我剛才擺的這一圖 他其實 也是比較簡明不行了 他 這邊應該也只有點或者打 對啊 但是他這樣子 氣也是都不太夠 總之還是應該長 那長的話他這邊決意的變化 只有從底下夾 那夾的話他就放給他過了 因為黑棋已經夠虧了 然後這個 這種一二路混合爬行 讓人家中間走這麼一大排 顯然是只有大虧的路線 實際上我雖然也把他吃住了 但是被他搬起來他其實就好很多 而且我這個再搬過去被他衝打 這挺噁心的 這就不太好 變成我有點落後手了 這邊就確實不太好 不過我這邊能點到一下應該還可以 我那時候想說我點 他如果要走這個的話 也許我就有一些比較噁心的東西可以操作 譬如說這附近飛過來之類的 然後利用這附近 這個打吃都還沒定型的 希望他要下一些噁心一點的棋 或者說這邊簡單可以虎過去 虎過去順勢把他這邊壓低之類的東西 可能 可能可以去玩這種東西 但是我意思也還沒算清楚 因為 目前布局階段 劫採也還不太夠 如果真要造劫你也可以去什麼 什麼這邊搬壺 這樣子等一下就可以造一些劫 也是可以 如果貼一下扳斧之類 當然這都需要計算了 我現在只是講個概念而已 那他如果走這個貼的話 那這邊架子就非常小 因為他這裡已經很厚了 那這邊厚上加厚 你即便把我這個全部拔掉 其實可能意思也真的 也差多了 因為我腳上多一個火旗在 這個 腳上這邊小尖就可以蹭出一塊旗 所以 小尖或者長吧 或者拖 這邊有很多手段可以施展 好 那再來這邊其實還好 因為 我剛才 這邊的這個交換比較虧損 所以勝率又疊回去了 啊那麼 這邊等於又從頭來了 好 那是左下這邊定時 我實在單立是正確 不過他這邊可能應該尖完虎 尖完虎才是一般定時 那麼尖完虎完之後 他這邊可能場而下法 再爬價值太低了 因為他這邊拒後 再爬 沒價值 所以就直接 拖先左邊割分 那麼 這邊我補斷是正確 但是 決意認為我尖完 尖完長一個不好 他認為應該大飛 這樣大飛 確實 齊行更舒展 效率更高一點 實在跑去尖頂 這個不太有必要 然後是後面 左上他這邊侵入的時候 我這個單立沒下 決意認為我這個去加工 他沒有便宜的交換 單立的話 有一個好處是說 不會讓他實戰這邊多頂了一下 他騎型會比較堅實 如果實戰這麼下 他這邊其實還是明顯欠一個點在 他這邊的騎型會比較軟 像是他這個飛過來 那我還能夠搶到這個飛的話 應該是還不錯 不過他如果也走了這個的話 那 這個騎還是欠人家一個拐 就是拐得起 騎還在嗎 所以 沒有像他實戰這個頂完 來得那麼厚 就是 一個小小的騎型的概念 我可能也不是講得很精準 但總之決意認為虧 不過這首 我的跳好像也有點問題 我好像應該從這邊來 這邊的跳 我沒有任何價值 對 決意這邊果然也是 這麼認為 事後來看我這個 跳 確實很不行 因為我這邊飛的話 至少可以把左邊做大 那他如果要K進來 至少還有一站 實戰 我從這邊跳沒有任何價值 因為他這裡居後 我的發展方向等於是0 我的發展性非常低 那麼逼迫他從這邊靠出來 然後我再跟著走 其實就OK了 我這一塊總不是受攻的旗 他總不可能我飛過來 你說我先來攻你 那不可能 他自己這塊 都還深陷白血包圍當中 他如果真的這麼下 我這邊隨便蹭兩下 蹭他的後期 我蹭兩下再攻過來 他在飛點什麼攻過來 他肯定不好受 好那這邊方向錯誤 被人家跳了 哇我左邊整個小很多了 整個縮水 走到這邊其實我勝率整個不行 這邊是歷史最低一點 走成這樣子 如果我說他後續再比較穩健一點下 譬如說這個 這邊他就這麼簡簡單單消一消 其實可能就夠了 走到這應該也沒問題 不過這個 這個其實稍微有點小風險 假設他就走最穩的這麼下 然後在上面拆一下 不過這個黑三壓不曉得能不能壓得到 我覺得我也不一定會硬 假設他在夾這個 這樣白棋這條其實有點薄薄的 這邊稍微看一下好了 就這麼下他就已經領先了 而且甚至白棋中間這個明顯沒有那麼多木 對啊那 我這盤起去下的沒有很好 非常 前半盤真的真的是不太行 但是他這邊的打入給了我機會 這邊我勝率又上漲回來一些 然後他這邊更是 這個這手機太太勇猛了 直接虎進去 然後被我這麼 被我這麼弄進去 整個勝率完全上來 這邊還是沒有必要吧 應該 懸崖熱馬 不過走這邊我可能會斷喔 這樣不太好說 那假設 走這個吧 走這個被人家拐頭 好像還是很痛苦 可能他覺得走成這樣的時候 沒有一個好奇形 貼頭要被人家斷好像真的 是帶響的 這也不太好 那你跳到被人家拐頭 哇好像還是痛 呃可能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所以他就毅然居然進去 但是這個 這個其實還是太勇猛了 這個不太行 我就是覺得他這邊懸崖熱馬 應該還是有一點優勢的 他實在這麼下 對我包進去就不太好 那這邊他飛的時候 我就問說 有沒有更穩的一點的下法 這個頂的話 他這邊是嚕進去了 那 其實我只要能吃住這塊 我肯定有死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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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問題 但我是比較怕說 他這樣子的感覺 看起來就是一副火旗的樣子 這樣是不是有火旗啊 這樣是不是有火旗啊 這假設他這個力是先手的話 那麼他這一力就已經活掉了 喔不過其實 實戰也是有一樣的問題啦 因為 假設 我把他這個病算成先手的話 他這一拖他就已經可以活了 不過即便是腳上層打劫 我事後來看他好像也是不太好 因為 最關鍵是他沒有什麼劫財的樣子 他右邊這塊 其實找不太出什麼劫財 那麼 中間這邊這都沒有任何劫財 唯一比較像樣的好像就是這個劫財 好像比較像樣就是這個 但是我光自跑一個就夠了 而且 我這邊有斷啊 然後 光這邊我也可以找出好幾枚出來嘛 不虧了至少就隨便看多兩枚 一枚兩枚沒有問題嘛 他這個劫是肯定打不過 而且我這邊也可以找他非常多的劫財 因為我可以 藉著攻擊 找他麻煩嘛 他這個劫無論如何是 絕對打不過 那麼 也就變成說他其實也用不太到這個 因為你左下這塊死了一樣不行 左下這塊死了 空還是還是不太夠 因為他這邊被我包進去之後 這一塊其實又會欠債了 這一塊欠債滿大的喔 所以他這樣下其實也不太行 那 對啊 總之是他這個算是敗招吧 前面這邊硬要太勇猛的這個殺進去 這個明顯勝率飆上來了 這個關鍵點 好吧 好 那這盤起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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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